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武文赏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2月12日至13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时隔6年再访越南 外界高度关注此访将如何开启中越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舆论注意到与2015年、2017年一样 习近平此访越南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双重身份 这一特殊之处也折射出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越来说 党际交往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具有特殊优势 起到压仓石的作用 今年是中越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中方在介绍此访期间的安排时透露 双方将探讨提升中越关系新定位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走深走实 外界从这一表述中捕捉到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信号 那我们知道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越南这个外交上 这个各种伙伴关系当中已经是最高级别了 所以怎么再提升我还比较好奇 中越实际上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提升的话也许在这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让我看到很多外媒在分析这个命运共同体 是否生存可以在就此达成共识 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要是能够在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 基础上有一个更高的这种政治共识 那可能对于未来拓展这个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会有很大的提升 张姐认为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 越南是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下 稳定良好的中越关系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如果能把中越关系搞好 那它上市具有比较大的一个事半的效应 因为东盟整个它是叫做协调一致嘛 所以上越南不过能在整个中国东盟当中 它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来说 那对于经营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和周边的关系来说 也是一个积极因素 这个不申请ite图